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剛剛黃醫師是越說越去 那劉醫師是認為這很條件事 對不對 那吳老師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我們找婚姻的時候 不是都會稍微看條件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找婚姻 其實都是會看條件的 所以我覺得他蠻誠實的 而且他很清楚的去說明 他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覺得現在這種自由時代 其實就是願者上鉤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他很誠實 是因為我覺得 現代人的那個就是婚姻交往 就是或者是兩性交往的 這樣的情況 你不覺得有一種越來越佛系 就是很隨性隨緣 要就來不要就算了 然後不只佛系之外 我會說佛系跟草石 就是他沒有 就是一個一定要多積極進取的 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是 我覺得現在的人越來越速食 因為你隨便打開一個交友的APP 你就可以去看到有非常多人 可以在那邊讓你選擇 所以佛系加速食的這個情況 其實會讓某些人已經對他們自己 到底在關係裡頭要什麼 速度的速 對 速度的速 對 就是他可以很快的要這個 然後很快的又不要這個 對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人他寫出來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是非常誠實 而且非常堅定跟篤定 他要的東西是什麼 他要的條件 跟他的責偶的那個對象 所以這個誠實的狀態 我自己覺得我蠻欣賞的 因為我覺得我做不太到這樣子的 你那麼務實的 去開出你自己的條件 對 我非常同意 因為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 妳看完節目多公平 同樣一句話 每個人聽的感覺都不一樣 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男生一講說 我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學醫的 我覺得我們有比較有共同語言 所以我覺得一個醫生 可能跟我們家庭的融入度 會比較好的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他喜歡嫩嫩 錯了嗎 他對婚姻把它變成一個生涯規劃 所以今天他三十幾歲 他想要小孩 那二十幾歲 然後再讓你念個書 然後三幾歲還可以生 這對他 他對一個理想家庭有他的規劃 錯了嗎 我不覺得這錯了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今天就像孔雀開屏一樣 把我所有的優點都告訴你 對不對 那至於要不要 他也說我們見面以後 聊了以後再說 就是說如果是適合的話 我可以這樣支持你 那他提供那麼多優勢 你可以不要 那只是代表我大方 我沒有強迫你 我只是他想表達我很大方 我可以給你這些 那你可以說不要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 你在一個婚姻裡面 婚姻真的一點都不浪漫 我覺得你進入婚姻裡面 真的很多東西 你需要那個協調的越少 你越容易進入狀況 所以他今天為什麼要找這種女生呢 也有可能 就是他前一個女朋友 也是醫生 後來論結婚嫁的時候 不是因為雙方家裡談不攏 所以就錯了 所以今天如果我今天找一個醫生 他乖乖的 然後家庭環境也不是那麼高調 那我可以照顧他 就是一種低舊 我們往下找的時候 也不錯是不是 所以我就覺得在婚姻市場上 其實有是供需問題 了解 H呢 我覺得他我反駁一下 那個黃醫師的話 我替男人講一點點話 我不太認為 他是完全是要找嫩妹 因為他這個條件是有兩個 一個是從嫩妹開始培養起 另外一個是培養起成為醫生 所以這兩者的條件其實是 如果他只是想找嫩妹 他可以把這筆錢花在其他嫩妹身上 他不見得一定要是學醫的 如果他要找醫生的女生 女醫生 他也可以找現在有男朋友的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用錢 來買一段關係 或買一個這樣子身份的女性的話 其他兩者都可以做 但我覺得他的思維裡面 有一點比較有點毛病的是 他設定了他婚姻的 對象的條件太死了 比如說他覺得他結婚的那個人 一定要是譬如說成為醫生之後 大概三十歲出頭的那個年紀 然後剛畢業 他可能認為那才是最絕佳的 結婚的一個時機點 對 對象 那如果是這樣設定的話 你很有可能取到一個 就像你到最後 你跟你的前女友到最後 談到婚姻的事情 結果不合 你說是家庭不合 或者是搞不好是你們兩個 根本個性不合 那你說你要 每次都要這樣培養嗎 你為了這個外在條件 我覺得這很可悲是 我覺得回到一個剛剛黃醫師講到 媽寶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家庭教育造成的 就是台灣人很多會把子女 說到成一種就是說 你就讀書 你的目標就是台大醫科 你就是要做醫生 你這條路鋪好了 就是我這輩子就是達到目標拿下來 我的人生完成了 現在這件事是一樣的 我的目標是 我已經成為醫生了 我要娶一個 另外一個醫生娘 並且他可能是三十歲出頭 剛好畢業業 娶進我們家完成了 但問題是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對的嗎 他如果 如果這個人 就像我們去買房子 我條件就設定好了 可是我住進去之後 我發現氣場就不對 我覺得氛圍不對 可是我可以裝潢 我可以在風水擺一擺 我可以裝修重新 讓我住得舒服一點 但問題是 當你跟這個人結了婚之後 你發現這個人不對 然後你這輩子 就這樣結束了嗎 我覺得他可惜是在這個地方 他反映出來 我非常同意那個H講的 其實就他就覺得 關於幸福是一種模式 就是這樣子的模樣 這樣的配備就會幸福 可是他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醫科生 因為真的比較會念書 單純 這環的已經比較單純 可是我倒覺得很多是醫生家族 他們本身可能夫妻 爸爸媽媽 就是這樣家族 他們就要求子女 你自己本身要醫科畢業 取得對象也要醫科畢業 如果不是 好像在他家裡就矮了一截 就一進來天生就會不幸福 所以他們就有這種 就門當戶對的這種概念 就希望他的另外一半 一定要是醫生 否則可能取進來反而問題更大 那當然不見得門當戶對 取進來就幸福 可是至少第一個門檻先過 這很難講 那冰心你說 你曾經遇過一個想追你的男人 然後你問他為什麼要追你 他怎麼說 我以前非常不能接受這句話 可是隨著年齡長大 我好像慢慢可以理解了 他說因為你是平均分數最高的 平均分數 你知道我那時候很震撼耶 因為我們在愛情裡面 我們都希望有一種情有獨鍾的感覺 就是只有我 只是我 別人都不是你知道 就沒想到我是平均分數最高 然後後來呢 他就是比較務實的那種人 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次就是 有 他不是說希望我們以結婚為前提交往嗎 他也是就是方方面右面 條件都非常好的 然後有一次 他我就瞇著眼睛看東西 他就說 你有近視 我說對 他說幾度 我說一千度 其實我原來只是開玩笑 就是兩隻眼睛加起來 因為我覺得現在 我這個年紀五百度是行情價 沒什麼了不起 就沒想到他立刻愣到 他說那要考慮一下 我立刻就那個快 我就是不用考慮了再見 其實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他就很疑惑地看著我 他說 你為什麼會那麼生氣呢 難道你選擇跟我在一起 沒有看到我的外在條件嗎 如果我今天不是這樣的學歷 這樣子的背景 這樣子的工作 你會選擇跟我 考慮跟我在一起嗎 我居然被讀到了 他說的也沒錯 對他說的也沒錯 可是問題是就像我就說 即便你所有的配備都好 氣場不對 就是不行 就是說你再 在條件再好 還是不行 你有沒有問進去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比方說聯考考六科 對不對 才有平均分數 你有沒有問他說 那那我 你是用幾科來衡量我 還有加重計分嗎 對不對 有些人對不對 什麼東西 架裝機翻擺翻擺 比方說你的性格 你的身材 各方面對不對 那靜在不言中 因為已經氣到了嘛 那個就不會想要說 用什麼科來 了解 對啊